大家好,歡迎來到紐約大叔看世界 我是紐約大叔 今天為大家拍攝第二支開箱視頻 蘋果的AirPods Pro 2 大叔是昨天同時收到這兩個包裹的 這是AirPods Pro系列三年來的首次升級 我們看看都有哪些改變 增加了一些喇叭開孔 這樣在丟失時更容易尋找 還增加了一個吊繩的開孔 其他的外觀上變化不大 我們看看裡面 AirPods Pro本身的外觀好像改變也不是特別大 開口有一些稍微的調整 但是整體的外型跟一代基本一致 主要增加了觸碰調控功能 和AirTag的丟失尋找功能 強大的H2芯片使得降噪功能提高一倍 這個也是最重要的 這適應通透功能可以在通透模式下 為某些特殊噪音降噪也很不錯 無所謂的